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武装冲突来到第43天,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地带持续的地面军事行动表明,以色列此次的作战目标似乎并非清除哈马斯武装,而是占领加沙地带北部地区甚至有更大的野心。 先来看最新的战场态势图,本周五,以军继续在西法医院以南的奥马尔大街自西向东推进,距离奥马尔大街与加沙南北主干道萨拉丁路交叉路口,也就是加沙老城中心街区,大约还有三个街区的距离,而在加沙城西部、东北部和南部地区,外围作战的以色列国防军也在稳步推进当中。 截止目前以军已经控制加沙北部约45%左右的地区,而就在以色列国防军持续扩大占领区面积之际,本周五晚些时候,以色列国防军又宣布将扩大地面行动范围,但发布消息的以军参谋长,没有透露地面行动具体将扩大到哪些地区。 此前一天,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以东地区的居民,收到了以色列国防军飞机散发的传单,传单要求当地居民尽快离开家园寻找安全的住所,以军在加沙南部散发传单的举措。 再加上以军表态扩大地面军事行动范围的信号表明,以色列国防军将在完全占领加沙地带北部之后,进军加沙南部,继续扩大占领区。 以军这一举措表面上是为了搜寻哈马斯指挥中心,将哈马斯斩草出根,实则是为了进一步挤压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。 截至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斗都集中在加沙地带北部,而袭击以色列的火箭弹主要也来自加沙北部,没有证据表明哈马斯在加沙南部设立了指挥中心。 以色列在加沙南部发起军事行动的理由非常牵强,更像是借着清剿哈马斯的名义,将加沙南部变成像加沙北部一样的废墟,迫使所有巴勒斯坦人全部逃离加沙地带。 现在回头去看10月以来的加沙冲突走势,以色列的计划逐渐清晰起来,第一步是持续对加沙地带进行轰炸,并且对加沙地带实施全方位海陆空封锁,切断并控制加沙与外部的不给通道。 第二步是在加沙北部开展地面军事行动,然后迫使加沙北部的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北部,通过萨拉丁路撤离走廊撤往加沙南部,期间以军在撤离走廊进行轰炸,轻逐掉一部分巴勒斯坦人。 第三步是拿下加沙地带北部,然后紧接着在加沙南部开展地面军事行动,借清剿哈马斯武装的皇子,持续在加沙南部进行空袭和炮击,拆除破坏巴勒斯坦人定居点,逼迫聚集在加沙南部的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,站在以色列的视角。 这个计划确实可以最大程度,确保以色列南部城市的安全,甚至可能是一劳永逸的,哈马斯是人,不是超人,失去藏身之所断绝不及,哈马斯撑十天半个月没问题,再长可就顶不住了,以色列正在实施一项控制加沙地带燃料的计划,以色列战时内阁在美国和联合国的压力下,允许每天有两辆油罐车进入加沙南部, 这一供应量仅相当于战前平均水平的6%,每天两辆油罐车供给的燃料,要供给加沙地带所有的海水氮化装置,动力发电,照明及通讯用电,对于聚集了百万多人的加沙南部来说,每天两车燃油有和没有其实没有太大区别,然而就这么严苛的燃油供应,以色列内阁都差点吵翻天,以色列内阁中的极右翼人士, 对内塔尼亚胡同意燃油进入加沙的决定表示不满,认为这是在为以色列的敌人提供氧气,从以色列内阁极右翼的表态不难看出,这届以色列内阁非常极端,上台之初外界对于这届以色列内阁计划巴以矛盾,以及进一步吞并约旦和西岸的担忧,正在一天天成为现实,眼下掌握着话语权的以色列右翼内阁,正在推动以色列全面占领加沙地带的计划, 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平民,无疑将成为以色列极右翼,实现其极端清洗计划的无辜牺牲品,如果国际社会无法在以色列开启加沙南部新战场之前促成停火,成千上百万巴勒斯坦人将在流离失所之后逐渐消失, 本轮巴以冲突已经持续了五个星期,如今以色列军队依然在加沙城中,与哈马斯武装人员激烈交火,从某种程度而言,双方都在硬挺着,就是看谁先扛不住。 虽然进攻加沙的以色列军队,仅用数天时间,就把加沙地区拦腰切断,并且兵分三路围困了加沙北部城区,但乙军在加沙城的周边缓慢推进,至今没有真正深入加沙城的内部进行作战。 即便如此,乙军也已经遭到了相当大的伤亡。根据乙军自己发布的副告来看,乙军已经阵亡三百六十余人,但很奇怪的是,乙军阵亡的军人中,有士官二百四十余人,未官六十余人,还有三十多名校官,而士兵却只有十几人。 这明显不符合军队的编制体系,和正常的战场伤亡情况,结合乙军在本次加沙攻城战中所使用的战术,我们大概可以推测一二,在本次乙军进攻加沙的作战行动中,乙军在战术上占据主动,但在战略上却是被动的一方,因为阿克萨洪水行动,是哈马斯主动挑起的一次正规性军事行动, 以色列显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,虽然冲出隔离墙的一千五百名哈马斯战士,很快就被乙军歼灭,但是可以想象的是,哈马斯已经在加沙城内,构筑了坚固的防御攻势,加沙城是哈马斯的大本营,自从2008年已经发动铸签行动,大举进攻加沙以来的十多年,哈马斯一直在致力于建设加沙的城防。 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,哈马斯建设了号称加沙地铁的庞大地道网络系统,同时对于加沙城内必然也进行了必要的建设,将该城变成了一座能够进行巷战的堡垒。 在一切都规划完毕之后,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阿克萨洪水军事行动,并以此把乙军引入自己,经营了十几年的城防攻势。 当然,凭借巷战消耗乙军的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,还是关门打狗创造一次奇迹,就目前的态势而言还无法确认。 但这足以说明,哈马斯才是在战略上占据主动的一方,既然哈马斯是战略主动方,而且还属于内线作战,这使得其享有很大的主场优势。 例如我们从哈马斯发布的视频中就可以看到,哈马斯的地道网络,可能比以色列预先估计的要复杂得多,以至于以军步兵几乎不敢下车伴随坦克作战。 说是以军害怕坦克的主动防御系统,工作时误伤步兵,但事实上在哈马斯的视频中不难看到。 面对哈马斯的反坦克火箭弹,以军坦克的主动防御系统就没有任何反应,以军步兵不敢下车伴随坦克作战,其本质上还是害怕哈马斯的地道战。 因为哈马斯在加沙这片主场修建了足够多的地道,所以以军无论走到哪里,哈马斯都能随时从地下冒出来,打一发火箭弹,或者扫射一梭子子弹,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这也使得原本只有2.5万人,兵力上并不占据优势的哈马斯,在局部战斗区域能够形成兵力和兵器的优势,而以军因为抓不住神出鬼没的哈马斯战士,所以为了减少步兵伤亡,以军步兵不得不始终躲在装甲车或者梅卡瓦坦克里。 但这样就导致装甲部队缺乏步兵支援,经常被哈马斯战士一锅端的情况。 根据报道显示,在加沙外围的作战中,哈马斯基本都使用的是亚兴反坦克火箭弹,但是随着以军逐步进入加沙城区,哈马斯开始动用俄罗斯以及西方单兵反坦克导弹,而这些大威力制式武器的作战效能,显然要比火箭弹高得多。 而且由于加沙如今已经被乙军反复空袭多次,整个城区一片废墟,但这种全部废墟的环境,和哈马斯众多的地道相结合,恰恰构成了强大的防御作战体系,乙军被迫一堆废墟一堆废墟的与哈马斯进行争夺。 而且即便是夺取了某一堆废墟,也往往会有哈马斯战士突然从地道中跳出来,向乙军发起突然袭击,也正是由于占据了主场优势。 如今对于哈马斯而言,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,所以此次巴以冲突到底该如何收尾?